最近,威廉王子在伦敦西部的Tesco超市掀起了一阵惊喜风暴,向购物者共同销售《大问题》杂志。 作为英国王位的继承人,他不仅履行着公务和慈善事业,还展现了与普通人亲近的一面。 在这次惊喜现身中,威廉王子与摊贩大夫、马丁再度联手,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 两人身穿红色《大问题》摊贩夹克和帽子,与购物者们亲切交流,甚至还和他们一起合影。 这一举动不仅引起了Tesco超市的购物者们的惊喜和欢迎,也为《大问题》杂志的慈善事业带来了更多的关注。 据悉,威廉王子与摊贩大夫、马丁是去年第一次在附近的一家超市相遇的。 他们一起销售《大问题》杂志,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帮助。 而今天,他们再度相聚,这次是在汉末史密斯的Tesco超市。 这次再度合作,不仅是对慈善事业的延续,更是对无家可归问题的关切和呼吁。 《大问题》杂志一直致力于帮助受到无家可归影响的人们。 威廉王子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在今年推出了名为《走向家》的五年计划,旨在防止人们陷入无家可归的困境。 他的计划受到了他已过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影响。 威廉王子曾在童年时期与戴安娜王妃一起参观过无家可归者收容所, 这让他深刻意识到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安全和稳定的家。 通过《走向家》,他希望能够使无家可归的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走向家》计划的重点是创建六个旗舰地点,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支持和帮助。 这些地点得到了五十万英镑的资金支持,并获得了专业知识和投资的支持。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威廉王子鼓励当地合作伙伴们形成联盟,共同解决当地的无家可归问题。 这个计划旨在让每个人都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无家可归是可以预防和解决的。 威廉王子的这一举动再次表明,他不仅在言传深教中关注社会问题,更通过实际行动积极投入到慈善事业中。 他的亲民举止和对社会问题的关切,赢得了购物者们的尊敬和支持。 这也再次彰显了王室成员在关爱社会弱势群体方面的积极作用。 在威廉王子的惊喜访问同一时间,他的妻子凯特和查尔斯国王也在忙碌着。 凯特访问了伦敦伊夫利娜儿童医院,为新开设的日间手术部门进行了正式揭幕。 作为伊夫利娜医院的赞助人,凯特在参观过程中与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进行了交流。 与此同时,查尔斯国王参加了位于赫特福德郡史蒂芬奇的科普特政教会中心的降临节礼拜和圣诞招待会。 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还将和查尔斯国王、卡米拉皇后一起前往白金汉宫,参加外交团体举办的圣诞前庆祝活动。 查尔斯在充满庄严的降临节礼拜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表达了对科普特社区的崇高敬意,并对面临各种挑战和迫害的其他教会表示欣慰。 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并祝愿大家圣诞快乐。 在礼拜结束后,国王与宗教领袖、教堂会众以及社区中的组织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 无数热情的民众粗拥着国王,希望能与他合影留念。 其中,一个名叫塔奥米娜的六岁小女孩站在父亲的肩膀上,手中拿着两张亲手制作的圣诞卡片,上面写着圣诞快乐。 查尔斯国王 砰!圣诞快乐! 献给查尔斯国王! 随后 查尔斯国王发表了即兴讲话,对科普特社区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并感谢其他教会的参与。 此外,威尔士王子和王妃对于他们的王室子女的未来一直心怀幽润。 身为王位继承人的乔治王子,夏洛特公主和路易王子,生活注定会在公众的聚焦中度过,每天都要向白金汉宫阳台上的海量人群挥手致意。 然而,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深刻理解这一情况的重要性,定渴望为子女的生活注入一些正常性。 专家们纷纷指出,他们共同担忧的一个问题是,孩子们可能会过于曝光。 王室专家理查德、菲茨·威廉·姆斯透露了这一担忧,凯特和威廉明智地担心不要让乔治、夏洛特和路易过度曝光。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因为孩子们越小,就越有可能因为一些孩子气的行为而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焦点,让君主制看起来更接地气。 特别是,作为继位的第二继承人,乔治王子一直备受关注。 无论是在加冕仪式上的角色,还是在访问加拿大时的吹泡泡,他的每一个举动都备受瞩目。 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关于乔治喜欢跳舞、打网球或者爱吃披萨的小道消息,并经常能看到他在特殊场合的照片或者一些皇家活动中的身影。 然而,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非常清楚他们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私人空间,他们多次表达对过度曝光的担忧。 为了给孩子们带来正常的童年,威廉和凯特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例如,在威廉前往纽约的行程中,凯特选择留在家里陪伴孩子们,这样可以在完成作业和享受家庭时光上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今年7月,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人物杂志,威廉王子夫妇竭尽全力保护乔治并给他正常的童年。 这是一项巨大的平衡工作,乔治需要既有普通孩子的生活,又要逐渐接触他未来当上国王的责任。 在如何平衡王室子女的曝光度以及保护他们的私人空间之间,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一直在努力寻找答案。 他们明白给孩子们带来正常的童年非常重要,但同时也必须兼顾他们未来担任皇位的职责。 这个挑战并不容易,但是他们会竭尽所能,以确保乔治、夏洛特和路易能够在公众关注的同时享受到平凡的家庭时光和隐私空间。 而另外的一则消息是,资深皇室观察员理查德·伊登发文称,对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做法发表了一系列极具争议性的言论。 伊登猛烈抨击了梅根和哈里王子的非官方传记作者奥米德·斯科比,指责他不过是哈里王子夫妇的喉舌。 让我们在这里明确一点,哈里王子和梅根是奥米德·斯科比的摇钱术,真的是这样? 他不会做任何他认为会惹恼他们的事情。 伊登认为,实际上斯科比一直在为他在大西洋彼岸的雇主服务。 他隐晦地表示,自由之爪的作者很愿意继续煽动围绕王室分裂的争议,只要这有助于赢得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好感。 这种恶劣的气味实际上是由哈里王子自己散播出来的。 评论家指的是,哈里王子和梅根在2021年奥普拉·温福瑞的爆炸性采访中提出的多项指控。 在这场揭示真相的对话中,哈里王子夫妇对皇室内的种族主义和忽视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指控。 尽管没有点名道姓,但伊登表示,这一切都是哈里王子和梅根精心策划的,旨在造成最大的损害。 当梅根在奥普拉·温福瑞面前提出这些指控时,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他故意引发了这场争议,并且那些名字总是有可能会曝光的。 他们希望这些指控一直悬在皇室的头上。 根据伊登的观点,将这些爆炸性指控在全球范围内公之于众,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举动, 旨在在整个皇室机构和英国境内的家族之间制造一种持久的指责,谜团和不信任的气味。 这被认为是一种狡猾的政治策略,让哈里王子的亲属们时刻感到紧张, 永远不确定下一个言词上的手榴弹何时会爆炸。 即使是像哈里王子出版的回忆录这样更深入剖析家族的举动,也可能重新点燃救伤。 然而,伊登对于哈里王子本人保留了最严厉的批评。 他们想尽一切所能造成的损害都在那次采访中表现出来, 他们清楚自己在做的是什么,对于哈里王子和梅登公爵夫人的动机。 换句话说,哈里王子积极而故意地试图在自己的家族中制造尽可能多的生育混乱和动荡, 即使这意味着羞辱或激怒他的兄弟威廉,父亲查尔斯或女王本人。 他指责斯科比帮助助长了这种伙势。 无论是直肩还是剑肩,奥米德都在为他的主人效命。 伊登写道,指的是斯科比在没有白金汉宫回应的情况下, 利用他的媒体平台放大了哈里王子和梅根的叙述。 评论家显然对斯科比的操作方式毫无尊重。 伊登还强烈批评哈里王子决心诋毁自己的家族传统, 即使这意味着摧毁终生的纽带, 只为了摆脱自己心中的冤屈和限制。 尽管哈里王子夫妇可能认为自己是勇敢的真相说者, 但伊登认为他们的策略简直是令人恶心的, 而他们的中间人斯科比则在场外为他们喝彩。 无论哈里王子的最终目标是否真的如此具有破坏性,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哈里梅根和温莎王朝之间的忠诚分裂和伤感的气味似乎不会很快消散。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